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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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就是因为南边有热带劳动系统 要接近旅宋岛 所以你在这个周休假期 要到兰宇 绿岛 墾丁或小琉球 去浮浅的朋友要注意了 风浪的部分 在这个周休会比较偏大一些 所以在南部海域游玩的朋友要注意了 接着下周一到周二的时候 我们的天气状况来说 西半部地区天气晴 东半部地区有雨 台北的风会比较大 因为台风刚好就在旅宋岛上空 之后进入南海 因为我们是地形的关系 当有热带扰动在我们的正南方的海面上 或者在陆地上的时候 台北的风都会达到六级以上 所以在周一到周二的时候 风感觉起来大一些 但西部东部不一样 东部会飘雨 因为迎风面的花莲台东有雨 还有横春半岛有雨 那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在礼拜五前是午后阵雨 周休假期你好好的还是安排户外活动 就海边活动要注意哦 所以湖海活动不要停哦 还可以安排哦 但是热低压现在目前看来是朝偏西走 礼拜天的时候要通过旅宋岛 但有变数 什么变数就在太平洋高压了 我们先来看到这张卫星云图 你可以注意哦 我们的云图上面 现在你可以看到就太平洋高压的位置 高压势力正在往西伸展 那低压在哪里 在南边哦 纬度还满低的哦 那南边的话我们就来看这张图 这张是个真实色彩的云图 我时间点抓的是7点10分的云图 可以看到这是台湾在这边哦 那旅宋岛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标出来呢 因为我要告诉大家 低压扰动系统就在这个菲律宾海上面 在这个阳面上面 目前有个小的低压在这个地方 那未来呢 这个低压的走的方向来说呢 它会开始逐渐朝着比较偏西 有点往西北西的方向走 未来的话呢 会朝着旅宋岛的方向前进的几率 比较偏高 可是呢 等到了礼拜明天的晚上以后 到后天 周三晚上的时候呢 到周四的时候 在这一段路径当中 它就有机会变成热带性低气压 那等它到达菲律宾的东方岛屿区 这边的海温够哦 这里就有机会发展成为台风 所以在3到4的时候呢 还是热低压 5到6的时候开始变台风 6的时候开始接近旅宋岛 但接近旅宋岛 我们就要看什么 看北方的高压了 高压的强度强 它就在旅宋岛直接穿越过去 而逐渐的往南海的方向走 但高压的强度弱一点 它可能就会比较偏于 旅宋岛北边接近巴士海峡 再往南海的方向 往香港跟海南岛方向走 所以这是目前的整个模式 看起来的资料的走向 会有这样的趋势 所以在这个礼拜六到礼拜天的时候 当台风逐渐到达旅宋岛附近的时候 水气会送上来 那就使得东半部地区会飘雨咯 那接着地面图上可以看 我们明后天最主要都是受到了 太平洋高压边缘影响 所以都还是午后阵雨的天气 那再来看时间点咯 先注意到 这一张是礼拜三的晚上的地面天气图 可以看到的是还是低压系统 那快的话 明天晚上的时候 它就有机会变成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也是有机会的咯 那再来呢 看到的时间点就是到了23号了 当礼拜天的时候呢 你可以注意到在礼拜天的晚上的时候 这个系统要已经逐渐地通过旅宋岛 这是7月23哦 那也就礼拜天的时候 那以目前来看 它是轻度台风要通过旅宋岛 接着呢 等到了25号的时候呢 这个是7月25号 可以看到7月25号礼拜二的时候 下个礼拜二哦 当它过了旅宋岛进到南海之后呢 就会逐渐地往香港到海南岛之间的陆地 前进的几率来说是比较偏高的 所以目前来看是这样的趋势走 但是未来也有可能往北偏一点 我们就要取决于北方的太平洋高压的强度而定了 不过至少在这个周休假期来说呢 整个系统来说是逐渐地要接近旅宋岛 那对于我们的天气来说呢 最主要就是在周休假期 你要安排南部海域的海上活动要特别注意 还有花莲 台东跟恒川半岛 都是因为外围云层一讲 会有短暂雨的机会出现 那天气形态来说呢 在明后天都是属于午后雷震雨 来看温度了 先注意到温度晚上舒适 白天的温度仍然偏高于闷热的天气 中部地区到达35度 都还是有三八喉 南部地区有三三到三四 东半部地区是好天气 外岛地区来说呢 倒是有凌晶降雨在中午以后 未来一个礼拜可以看到 午后震雨到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呢 整个北部地区呢 还有中部都是天气晴 东半部地区倒是到了礼拜天 礼拜一以后开始有点短暂 但系统如果是通过旅宋岛 对我们的影响层面就小 包含外岛地区都是天气晴 小丁宁 两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白天阳光强 外出防晒不可少 下午山区有午后雷震雨 有雾哦 行车注意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信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